大家好,我是楊慧璇醫師 今天呢是大年初二,先跟大家就是拜個年 也祝大家新年快樂,然後吉祥平安 年期間啊,連續的假期其實我們很容易呢 就跟以前之前工作的生活作息會不一樣 那有的呢可能是會熬夜過度啊 或是甚至太亢奮,根本就晚上睡不著 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講兩個小秘訣 就是教你如何出名的熬夜,跟就是在睡覺前呢 就是做一個動作可以讓你有效的放鬆 然後快速的進入睡 因為過年期間啊,免不了因為金牌有聚在一起嘛 所以可能會通宵的打牌啊,或是聊天等等的 那對於平常也比較不常熬夜的人呢 可能就覺得說,對身體造成的傷害到底要怎麼彌補呢 所以我提供兩個技巧就是給大家參考 那第一個部分呢,就是關於食物方面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熬夜過程當中 或者是你熬夜過後呢,其實可以多補充一些 免疫蔬菜、水果啊 那因為蔬果裡面有很多的像維他命啊,礦物質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我們熬夜過後的身體 做一些修復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就是蛋白質 那蛋白質呢,它其實是可以從一些魚湯啊 或是排骨湯、雞湯等等裡面去攝取 那這些蛋白質呢,其實都是我們身體 就是對於澳洲修復的一個很必要的部分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呢,就是教大家按摩一些眼周附近的穴道 那其實按摩眼周附近的穴道呢,就是可以 可以緩解我們眼睛的乾澀疲勞啊 因為過年期間我們免不了就是會一直的畫手機 然後造成用眼過度,或是一直看電視什麼的 那其實接下來教大家的這套方法 其實可以讓你眼睛就是可以緩解疲勞 然後另外一個方面呢,也可以讓你熬夜的時候 精神狀況會比較好,就是幫助你提升 它的眼部的按摩動作其實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一隻手,然後兩根手指頭 就在按壓的地方呢,就是有四個地方 所以分別在我們的眼頭,然後眼尾,那眉頭跟眉尾這四個地方 那大概一個地方呢,我們就是會用我們這兩隻手指頭 加壓大概十秒鐘 那這十秒鐘的力度呢,就是讓你自己覺得會微酸 這樣就可以達到效果 那這個四個動作呢,我們會建議處處兩次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把眼睛密上去 那閉起來之後,眼球啊,可以先順時針轉十圈 那再逆時針再轉回來十圈 那以上這些按壓跟轉眼球的動作 其實都可以加速我們眼周附近的循環 那對於像一些緩解疲勞啊,或是一些眼睛酸色的感覺呢 其實都會蠻有效果的 那另外因為加壓的部分啊,其實也蠻靠近我們 就是導入了一些神經 那所以加壓的過程當中 也會有些許的一些提升心療的效果 那接下來呢,我們介紹的這部分呢 是有關於泡腳 那泡腳這個動作呢,其實可以讓我們在睡前 就是打到一個放鬆的一個效果 那因為我們中醫啊,就是腳底腳塊以下的穴道 其實有很多個 那我們在泡腳的過程當中 一來可以刺激用溫熱的水 就是刺激我們腳上的這些穴道 那二來呢,因為泡腳我們足底啊 下肢的心管它會很擴張 那我們血流呢,就會往下子跑 那我們腦部攻血變少了之後 其實會產生一種比較想睡覺的感覺 那第三個部分呢,其實我們腳底也有一些沒燒神經 那我們藉由溫熱的水群刺激那些沒燒神經 其實也可以達到就是一種放鬆的效果 所以呢,在睡前泡腳 我們不但可以加深我們的睡眠 然後也可以緩解我們緊張的情緒 會幫助我們入眠 那睡眠效果呢,也會相對的比較提升